接下來我們要複習的內容是有關於空氣 這些是我們在這裡要學習的重點 第一個是空氣的組成 這今年的學生就考了一個空氣的組成 然後寫了一些氣體的作用 問題下列虛偽數... 所以要了解空氣的組成 然後另外可能是氧氣跟氧化碳的製備 還有那個實驗有一些注意事項 再來就是一個重點叫做金屬跟非金屬氧化物的酸鹼性 然後重點當然就是被那個 我們再問你一次那個酸鹼指示劑的顏色 然後多力氣的用途就是幾個重要的地方 第一個是空氣的組成 然後這是我們課本上曾經做過的一個實驗 所以透過做這個實驗我們了解到通氣是一個混合物 就是什麼蠟燭燃燒啊 把它燒一燒或者生鏽啊 這個是蠟燭燃燒的實驗 就是防火瓶蓋著點蠟燭 然後蠟燭燒完滅掉之後 然後滅掉之後 然後還有一些水會上升佔據一些空間 表示它用掉了某種成分 就知道有一種成分跟燃燒有關 有一種成分跟燃燒無關 所以確定它是一個混合物 確定它是一個混合物 就是燃燒的 然後呢 我們通常書上會告訴你會上升五分之一 因為你好像背過氧氣占空氣的約略五分之一 但是你做這個實驗你保證做不出五分之一的結果 你保證做不出來 你這樣做實驗絕對沒有五分之一的結果 不過沒關係 考試照考不出五分之一 那我去跟他寫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OK 然後這是另外的兩代的實驗 左手邊是所謂第二代實驗 右手邊第三代實驗 第二代實驗出現的時間很短 但是學測有考過 你就讓它生鏽了 結果一樣水面就上升了 反正就是要證明說有成分跟生鏽有關 所以這些實驗都共同的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空氣中有成分跟生鏽及燃燒有關 有成分跟生鏽及燃燒無關 所以它至少還有兩種成分 所以它一定是一個混合物 所以它一定是一個混合物 然後呢 我們就是告訴你會上升五分之一 所以共有水面就會上升 然後我們說它上升五分之一 用料五分之一 OK 然後表示 但是這個實驗只知道 有成分跟燃燒及生鏽有關 有成分及燃燒跟生鏽無關 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麼 所以無法從這個實驗知道 空氣中有五分之一是氧 五分之一是氮 因為它是用掉什麼你不曉得 你不曉得 雖然你現在曉得 它應該是用掉餌剩下蛋 但是做那個實驗 無法確定 無法確定 你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OK 好 那我能夠知道空氣是混合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讓它液化 我們前面講過低溫高壓會液化 液化之後呢 再把溫度提升 就發現有氣體會先揮發出來 有東西還會流著變成液態 因此你就曉得說 它是一個混合物 它是一個混合物 所以用液態空氣再去加熱的結果 你也可以知道空氣是一個混合物 這就是我們的之前的一個實驗 讓你了解空氣成分的狀況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很好 那根據我們現在的了解 空氣的成分會分兩種 一種叫做固定氣體的變動氣體 我在二年級的液化課上過 我在三年級的液化課會再上一遍 就是有兩種 一種叫固定氣體 一種叫做變動氣體 在空氣中成分含量差不多了 我們就稱之為固定氣體 會改變了我們稱之為變動氣體 我們在算你是固定氣體 你或是你是變動氣體的時候 我們是以乾空氣當標準 原因 水氣的含量變化太大 沙漠上空可以是0 熱帶海洋上空可以是4% 所以如果你把水放進來算 大家分明就不一樣 不會有人叫做固定氣體 所以我們就把水弄掉 我也講過更正確的說 叫做乾淨的乾空氣 所有的渣渣灰塵 小水衣小固體全部去掉 我們要純氣體 純氣體來算 所以乾淨的乾空氣 我們完全知道乾空氣可以 就是因為水氣含量變化最大 所以把水氣拿掉 然後我們再把它分做固定氣體跟變動氣體 那固定氣體就是淡氧 小學學過淡跟氧 國中裡的話多加個氧 然後會有個比例的點 然後呢 變動氣體就是我們會加的就是 水氣液氧化它跟臭氧 我們在第一顆的時候 再跟你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水氣再說一遍 表哥看一下就好 當然是不用背 當然是不用背 欣賞完就好 我們在這裡教你膽 膽的性質 無色無味無嗅 就是我們國中的東西的氣體 大部分都無色無味無嗅 然後呢 常用下為氣體 略溶於水 以空氣清 然後不可燃不住燃 含量最多 含量最多 然後是蛋白質的主要成分 就是蛋 上次出現了什麼 上次那個搞一個加東西進去的 就是為了這個東西 讓它蛋含量變高 它以為蛋白質含量多 就是騙人就是那個 假的動作 好 然後呢 可以合成氨做蛋肥做肥料做硝酸 清掃一下就好 然後 它基本上不太會作用 常溫之下不太會作用 但是高溫之下可以作用 高溫之下會作用 所以汽車引擎中 就會燃燒出一些什麼 一氧化氮二氧化氮那種玩意兒 然後就產生一些後面的問題 比如說酸鋁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好之類的 所以高溫之下會有些作用 這個看一下知道就可以了 OK 然後充蛋包裝 好 那個 有一些現在別人寫的不多了 我看過那個實用油 有一個充蛋包裝 還看過那個 那個你們買那個什麼 洋芋片那種 充蛋 它看過米都有充蛋包裝 可是因為它不作用 所以呢 就可以保持新鮮 沒有氧氣 就不會氧化 保持食物的新鮮 就是它的氮氣的性質 所以以上所提的就是一些狀況 讓你了解一下空氣的成分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好嗎